我一年只想挣个十万 干点啥好呢 一个网友私信问我这个问题 他看我是做小程序的 想借助小程序做点事 但是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具体做什么怎么做他都不知道 所以问我他做什么可以粘入十万八万的 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他 赚钱是没办法教的 就算你把赚钱的方式告诉他 他大概率他也是赚不到钱的 也赚不到这个数 因为怎么说 人和人不一样 很多人都说了 大家都是公平的 对不对 人和人没有太大差距 其实让人和人除了在这个身高和体重上差别不大的话 但是在认知上和在人脉和资源上 那就差距大去了 我们经常说 赚钱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想在这三方面就刚刚好的话 那就是需要运气 你想想是不是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个培训 那培训的 这里培训的都是技能 而且大多数都是割韭菜 就有几个学会了以后能赚到钱的 你想想 所以说去参加这种各种培育班的人 他是很难赚到钱的 总想着就是学到某个技能就可以赚大钱 就可以翻身 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 这一天直播的过程中 有太多人 他说他看过 就是看别人的直播 然后在别人的直播间买了什么Python课程 麦克的人告诉他 学了Python以后可以轻轻松松的跃入过万 就算你找不到工作 就是用Python找不到工作的话 你可以使用Python这个技能去做一些兼职 照样可以轻轻松松跃入五六千什么的 很多人就是听了这句话去买了Python课程 对于这种买了Python课程的人 我经常就是这么问他 就是说你为什么学Python呢 你学Python的目的是什么呀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他们往往是一脸蒙蔽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买这种课程 为什么去学 其实绝大部分是买了Python课程的人都是学不会的 就算学会了 也有很少 很少有人就依靠Python就找到工作的 所以我就经常告诉他们 买Python课程一般是对程序员是完全不了解 往往是那种学历不高 而且是出于社会底层的人 他想通过学Python以后 就是可以翻身 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 你想想是不是想多了他们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就是交了个智商税 在这里我也不想起说Python的应用场景了 因为怎么说 后续有时间 我专门挑一个视频 就专门聊聊Python应用场景的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今天我想说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我想说的是 就那些只想着一年挣个十万八万的人 往往他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 越是底层的人 就是人越多竞争力越大 就挣钱越难 你想想是不是 前段时间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就是我忘了是谁说的了 就是他说 一年挣十万比一年挣一百万的就难多了 当然了 他说的是想一年挣十万的人和想挣一百万的人去比较的 他说的是人 他说的底层逻辑就是说 底层的人太多竞争力太大 赚钱太难 而那些这个想粘入一百万的人 他几乎没有什么竞争 或者说就是很少很少就可以给他竞争的人 所以两者的难度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说就是穷人赚钱越来越难 就富人赚钱越来越容易 你想想 老板的公司是不是看起来很悠闲呀 但是他赚的最多 对不对 下面的员工呢 就是每天啃着啃着干着 累的不行 还挣得特别少 老板呢 他不一定比员工能力强 也不一定比员工的技术好 做程序员的朋友肯定知道 就是经常有程序员 就是在私下就是骂老板 骂自己的老板 说我们的老板就是个傻 就傻逼 是吧 傻一不懂 他天天瞎指挥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呢 不管员工怎么骂 就是结果老板就是赚的多 员工就是赚的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老板跟员工接触的人不一样 接触的资源不一样 了解的信息不一样 赚钱的思路不一样 你知道你为什么一个月只能挣5000万 为什么不能一个月挣5万呢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因为你干的就是5000块钱的活 干的不是5万的活 对吧 好像这句话是废话 为什么你不去干一个月挣5万的活呢 因为没有 因为你接受不到 对吧 说白了 就是因为你身边没有一个月挣5万的人 所以你不知道干什么才能一个月挣5万 当你身边到处都是月薪5万的人的时候 你才发现原来挣5万真不难 有这么多办法都可以做到月薪5万 你猜猜是不是道理 以前在网上或电视上看到某个富二代的时候 好多人都说什么看不起他 就是总觉得他的钱不是靠自己双手挣的 都是父母给的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错觉 现在的富二代都很牛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比如说普通家庭人怎么教育孩子呢 是不是要告诉他要好好学习 以后考到好大学 毕业以后找一个好工作 对吧 还有很多人说 一定要学一门手艺 那句话怎么说的 就说一记在手 吃喝不愁 对吧 再一方面就是说 普通人教育孩子就是打击 就生怕孩子是惹个什么事 干什么出格的事 不因为孩子有什么特别张扬的性格 对吧 你比如说 就是孩子可能是对父母说 我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 很多父母可能说 就说就你这个成千当科学家呢 你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 你想想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就是你说长大以后会怎么样呀 想想就知道了 肯定是什么好好打工 就好好挣钱养家 在刚才说这个富二代 他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觉得他父母会告诉孩子 一会好好学习 就是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大概率是不会的 因为这种小孩 就从小接触的 就是像他父母一样的人 有钱人 很多都是大老板 接触的信息 跟那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父母会教孩子 什么怎么交朋友 怎么变得勇敢 怎么变得自信 还教他们 怎么有很多赚钱的思维 他们就有赚钱的思维 很多就是潜移默化就学会了 所以说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 你想想成为什么人 就尽可能去了解那种人 尽可能去融入那种人 是昨天 昨天是太忙了 就没时间录视频 所以今天好像说的有点多了 杀入车了 能看到这类朋友 肯定是喜欢这个内容 喜欢的话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 谢谢